七十列传张士芝逢唐列传,庭位张士芝是赌洋人,自济,和他的哥哥众生活在一起,由于家中资才多而做了七郎,侍奉汉文帝,十年内得不到升迁,默默无名。 张士芝说长时间地做郎官,好减了哥哥的资才,使人不安想要辞职回家,中郎将原浪知道他德才兼备,惋惜他的离去。 就请求汉文帝调补他作业者,张士芝朝见文帝后,就屈前陈说立国立民的大计方针,文帝说些接近现实生活的事,不要高谈阔论,说得应该现在就能实施于事,张士芝又谈起秦汉之际的事,谈了很长时间关于秦朝灭亡和汉朝兴盛的原因,文帝很赞赏他,就任命他做了业者铺设,一次,张士芝跟随汉文帝出行, 登临虎圈,汉文帝询问书册上登记的各种秦寿的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灵卫只能东瞧西看,全都不能回答。 看管虎圈的瑟夫从旁带上灵卫回答了皇帝提出的问题,答得集周全。 想借此显示自己回答问题,有如声响回应,而且无法问道。 汉文帝说,做官吏不该像这样吗?上灵卫不可依,于是命令张士芝让瑟夫做上灵令。 张士芝过了一会儿才上前说,陛下认为将侯周伯是怎样的人呢? 文帝说,是长者啊?又再一次问,东阳侯张向如是怎样的人呢? 文帝再一次回答说,是个长者张士芝说,将侯与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 可这两个人议论事情时都不善于言谈,现在这样做,难道让人们去效法这个喋喋不休,伶牙利齿的瑟夫吗? 秦代由于重用了五文弄法的官吏,所以官吏们争着以办事迅级苛刻督则为高。 然而这样做的刘弼在于突然具有官样文书的表面形式,而没有怜悯同情的实质。 因为这个缘故,秦军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事日衰,到秦二世时,秦国也就土崩瓦解了。 现在陛下因为瑟夫伶牙利齿就越急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 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况且在下位的人被在上的人感化,快得犹如影之随行生之回应一样,陛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不审慎啊。 文帝说,好吧,于是,取消原来的打算,不再任命瑟夫为上林令。 文帝上了车,让张士芝陪程在身旁,车慢慢前行。 文帝问张士芝勤政的弊端,张士芝都拒失而言。 到了宫里,文帝就任命张士芝做了公车令。 不久,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也没有下车。 当时张士芝迎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宫。 并检举揭发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敬罪,并报告给皇帝。 伯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赔罪说,怪我教的儿子不言。 伯太后也派使臣带着他的赦免太子梁王罪过的诏书前来,太子梁王才能够进入宫中。 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士芝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钟大夫。 又过了些时候,张士芝升任钟郎将,跟随皇帝到了霸凌,汉文帝站在霸凌的北面眺望。 这时,慎夫人也跟随前行,皇帝用手指示着通往新丰的道路给他看,并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 接着,让慎夫人谈色,汉文帝自己合着色的曲调而唱,心里很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 哎,用北山的石头做果,用切碎的柱麻丝绪充塞石果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哪还能打得开呢? 在身边的近史都说,对的张士芝走上前去说道,假若里面有了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筑南山做棺果,也还会有缝隙。 假若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果,又哪里用得着忧虑呢? 文帝称赞他说得好,后来任命他做了庭位。 此后不久,皇帝出巡经过长安城北的中卫桥,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皇帝车架的马受了惊,于是命令骑士捉住这个人交给了庭位张士芝。 张士芝审讯那个人,那人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听到了清道禁止人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 过了好久,以为皇帝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出来,一下子看见了皇帝的车队,马上就跑起来, 然后庭位向皇帝报告那个人应得的处罚,说他触犯了清道的禁令,应处以罚金。 文帝发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我的马幸亏训良温和,假如是别的马,说不定就摔伤了我,可是庭位才判处他罚金。 张士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这样规定,却要再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 而在那时,皇上您让人立刻杀了他,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把这个人交给庭位,庭位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稍以偏失,而天下执法者都会任意或轻或重,老百姓岂不会手足无措。 愿陛下明察许久,皇帝才说,庭位的判处是正确的,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前的御环,被抓到了,文帝发怒,交给庭位治罪。 张士芝按法律所规定偷到宗庙服侍器具之罪奏报皇帝,判处死刑。 皇帝勃然大怒说,这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竟偷到先帝庙中的器物,我交给庭位神里的目的。 想要给他灭族的惩处,而你却一味按照法律条文把惩处意见报告我,这不是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啊。 张士芝脱帽叩头谢罪说,依照法律这样处罚已经足够了,况且在罪名相同时,也要区别犯罪程度的轻重不同。 现在他偷盗祖庙的器物就要处以灭族之罪,万一有愚蠢的人挖长灵异捧土,陛下用什么刑法惩处他呢? 过了一些时候,文帝和伯太后谈论了这件事,才同意了庭位的判决。 当时,中尉调侯周亚夫与梁国国乡山都侯王田开看到了张士芝执法论事公正,就和他结为亲密的朋友。 张士芝由此得到天下人的称赞,后来文帝死去,景帝几位。 张士芝内心恐惧,假称生病,想要辞职离去,又担心随之招致被诛杀,要当面向景帝谢罪,又不知怎么办好。 用了王生的计策,终于见到景帝道歉谢罪,景帝没有责怪他。 王生是喜好黄老学说的处事,曾被召进朝廷中,三公九卿全齐聚站在那里。 王生是个老年人,说,我的袜带松脱了,回过头来对张廷卫说,给我结好袜带。 张士芝就跪下结好袜带,事后有人问王生说,为什么在朝廷上羞辱张廷卫,让他跪着结袜带。 王生说,我年老,又得为卑下,自己料想最终不能给张廷卫什么好处。 张廷卫是天下名臣,我故意羞辱张廷卫,让他跪下结袜带。 想用这种办法加强他的名望,各位大臣们听说后,都称赞王生的贤德,而且敬重张廷卫。 张廷卫侍奉景帝一年多,被贬折为淮南王相,这还是由于以前得罪景帝的缘故。 过了一些时候,张士芝死了,他的儿子叫张智,自厂公,官职一直做到大夫,后被免职。 因为他不能迎合当时的权贵险要,所以直到死也没有再做官。 冯唐,他的祖父是战国时赵国人,他的父亲移居到了带地。 汉朝建立后,又迁到安陵。 冯唐以孝行著称于时,被举荐做了中郎署长,侍奉汉文帝。 一次文帝乘车经过冯唐任职的官署,问冯唐说,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 家在哪里? 冯唐都如实作答。 汉文帝说,我在带郡时,我的上时间高区多次和我谈到赵将李奇的才能,讲述了他在巨鹿城下作战的情形。 现在我每次吃饭时,心里总会想起巨鹿之战时的李奇,老人家知道这个人吗? 冯唐回答说,他尚且比不上连坡,李牧的指挥才能汉文帝说,凭什么这样说呢? 冯唐说,我的祖父在赵国时,担任过统帅士兵的职务,和李牧有很好的交情。 我父亲从前做过代相,和赵将李奇也过从甚密,所以能知道他们的为人。 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述说,很高兴,拍着大腿说,我偏偏得不到连坡,李牧这样的人做将领,如果有这样的将领,我难道还有吕匈奴吗? 冯唐说,陈诚皇诚恐,我想陛下即使得到连坡,李牧也不会任用他们汉文帝大怒,起身回宫。 过了好掌一会儿,才又召见冯唐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当众侮辱我?难道就不能私下告诉我吗? 冯唐谢罪说,我这个笔漏之人不懂得忌讳回避,在这时,匈奴人心进大举侵犯潮。 杀死北帝都尉孙郎,汉文帝正为此忧虑,就终于又一次询问冯唐,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连坡,李牧呢? 冯唐回答说,我听说古时候君王派遣将军时,跪下来推着车骨说,国门以内的是我决断,国门以外的是由将军裁定。 所有军队中燕功封绝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决定,归来再奏报朝廷。 这不是虚夸之言呀,我的祖父说,李牧在赵国边境统率军队时,把征收的税金自行用来犒赏不下。 赏赐由将军在外决定,朝廷不从中干预,君王交给他重任,而要求他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够充分发挥才智。 太遣精选的兵车1300辆,善于骑射的士兵13000人,能够建树功勋的士兵10万人,因此能够在北面驱逐蝉鱼,大破东湖,消灭弹林,在西面意志强秦,在南面支援喊妹。 在这时,赵国几乎成为霸主,后来恰逢赵王谦即位,他的母亲是卖唱的女子。 他一即位,就听信郭开的谗言,最终杀了李牧,让言具取代他。 因此军溃兵败,被秦人俘虏消灭。 如今我听说卫上做云中郡郡守,他把军事上的税金全部用来犒赏士兵,还拿出个人的钱财,五天杀一次牛,宴请兵客,军力,亲近左右。 因此匈奴人远远躲开,不敢进云中郡的边关要塞。 匈奴曾经入侵一次,为上率领军队出击,杀死很多敌军。 那些士兵都是一般人家的子弟,从村野来参军,哪里知道齿吉,五福这些法令律力呢? 他们只知道整天拼力作战,杀敌不服,到幕府报工。 只要有一句话不合实际情况,法官就用法律制裁他们。 应得的奖赏不能兑现,而法官却依法必究。 我愚蠢地认为陛下的法令太严明,奖赏太轻,惩罚太重。 况且云中郡郡守卫上只犯了错报多沙迪六人的罪,陛下就把他交给法官,消夺他的爵位,判处一年的刑期。 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连颇,礼目也是不能重用的。 我确实愚蠢,触犯了禁忌,该当死罪,该当死罪。 文帝很高兴,当天就让冯唐拿着汉杰出使前去赦免位上,重新让他担任云中郡郡守,而任命冯唐做车企都位,掌管中卫和各郡国的车战之势。 汉文帝后援七年,前163,汉景帝即位,让冯唐去做楚国的丞相,不久被免职。 汉武帝即位时,征求贤良知事,大家举荐冯唐。 冯唐这年已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了,于是任用他的儿子冯遂做了郎官。 冯遂自王孙,也是杰出的人才,和我友好。 太史公说,张世之谈论长者的一番话,和他严守法度不迎合皇帝心意的事,以及冯宫的谈论任用将帅,有位啊,有位啊。 俗话说,不了解那个人,看看他结交的朋友就可知道,他们两位所赞许长者将帅的话,应该标注于朝廷。 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才会平坦宽广。 不结党不偏私,王道才能明辨张继与冯公近似于这种说法呀。 张继未有,见世元昂,太子俱法,色夫无状,经马伐金,道还物上,逢公白首,未灾论江,应对李奇,收公未上。